我们现在就要看谁是最勇敢的那个人 考验一 谁是最勇敢的挑战者呢 他将获得挑战货币权 三 二 一 是谁 三票 OK 你可以先出来 太能出了 我昨天 昨天 这个吃的 这东西我快 吃坏了 吃坏了 因为我们游玩之前是特别人性化 是善良的节目 所以对于身体不好的人我们要照顾 第一个出来的人获得了豁免权 是的 首先脱离危险的就是小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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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小五 其实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时候小五已经不用跳了 但是他汉语不太好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跳吗 我要跳 你下次开不开心 我开心 考验了 谁的胆子更大 同样的问题又该如何抉择 来 开始 三 二 一 OK 跳的最多 上次参加过我们这个挑战之后 是 给我打电话 好长一段时间上楼梯都只能爬着上去 真的够容易的 张远 张远 就是你了 恭喜你 成为啦啦队 做美拳的第二位 恭喜你 刘舟成 真的 周成怎么了 我带你起来 你离今天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我真的很难看 我有一种现在特别强烈的预感 我觉得今天跳的人就是你 刘舟成会成为今天十米跳台的挑战者吗 剩下三位到底谁能幸免于那 考验继续升级 接下来 我们的难题不能我们两个来解决 今天我们最后的评委 达伦 达伦 你觉得谁更有缘 在以后的日子里边 比如说你们两位躺在床上 可以聊得来 这一台课 首先在那边要先跟智商力合的 这个粉丝们说成抱歉 因为依照这个会节目的这种做法来说 基本上中间 是吗 我一定不肯选他 他不会选你 我一定不会选他 因为他这么热爱 这么敢跳 告诉我是我的左手边还是我的右手边 五秒 四秒 三秒 两秒 看眼睛眼睛 出手了 达伦 达伦 你想怎样达伦 你现在是在散步吗 三 二 一 小美 最终十里跳台的挑战者就是达伦和刘舟成